今天没完事给大伙回答这回大伙的问题 因为今天也没什么事 你后到晚了下午那边去溜达溜达 没什么事嘛 因为冬天这呆的真是没意思 后哥这人呆就呆不了 因为夏天就跪直在干活 这突然间闲一天了 也没地方去呆真是没意思 后哥呆的无计就受了 因为这干活习惯了 但是腾就给你得锻炼了 因为屋又不让你出去那个屋里 就越来越来越没地方溜的 最后家大家真是难受的 有人问后哥有没有退休金 后哥和嫂我们俩都没有退休金 国内基本没有啥收入 你看后哥从从从从出来 上大连一直在看超市 干了十几年才走 一直在跟大连做生意嘛 干小超市后来干的便利店 一直走着还在干便利店 后来便利店都对出去 都给自己家的亲人了 外人有的还当时给我打工那个小小 干了几年 所以后哥就没 基本上国内没有什么收入了 到对面也不愿意指他们 不想管他们要停 因为后哥和嫂都能干 在五十多岁 你看有的人网友都也会 国内不都在干活吗 五十多岁六来岁 人就怕待着干点活真没事 时间过得也快 也有意思 当你一闲夜的开退休金的时候 像那几天后哥上的 后哥上的乙气不说了吗 就上的吃那个 给你免费吃饭 给你拿点鸡蛋牛奶面包 那后哥不愿意过那种生活 自己我挣完钱了 多好上班店 来点菜 喝点酒 那多高兴啊 吃完饭给了小费 后哥愿意过那种生活 所以后哥很愿意干活的 可加拿大的干活收入还可以对吧 虽然是累的辛苦的 一天一结算 你干完煮一把钱给你了 都能通报 干活真挺 你看今天后哥这个地下室 桌面就堵了 就打了几个电话 后来找一个中国人来 那山东的来给侯哥 掌的 贪黑来的 这这人真都很能干的 来了非礼价进侯哥 他整个原因呢 大树的树根呢 长到室内了 长到那个管道里的了 年糟多了 房子好多年了 都可能快一 可能是房子快一百年了 但是后哥又不知道是几几年建的 完了后哥找的那个 给捅去了 那树根呢 把那个 这个桌面有一个 就是排贼道通到政府的一个管道里 就这个区间有树根呢 长到那里 那个 那个 我捅黑来一点 后哥先今晚我就杠子还不能洗澡 也不能用水了 但是其实后哥找的 人真挺好 他刚才来给后哥整完了 真的很感谢了 这干什么在外国住啊 你避免负担也不用有 你找什么人干活呀 打个电话就到你上里面来 真的没得说 这中国人很酿性 干我都挺好对吧 你不用什么故事出国呀 不会那子不会这 你看后哥们还是拉你 后来我们俩就走 就出去玩去 现在油也油还不怎么太贵 真的还可以吧 因为你按你的打工算 你看你就按最低打工 一天干八二小时 一小时 最新的加拿大的工资 最低时期 一小时时速 因为打八二小时 到时候算也多少钱 你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收入跟付出 真的挺成正比的 你说买的什么东西啊 都一大三米几十块钱 吃的 你就正常不上饭店 上饭店展不说 就是出去买的吃的 十块钱足够你这顿饭的费用 一般的盒饭都 七八块钱八九块钱 因为买盒饭你不用给小费用 买完就拿走 不但消费不用给小费 买完拿走就可以 但你要外卖就不行了 这个也得给他小费用嘛 所以说后哥说 这就是临时吃饭 那方便的时候 就是十块钱就够了 你看后哥一挡上听范团吃饭 后哥给你干活 我找人都以后找我 我不让他切了 我就出去上听范团买点吃的 就就就十块钱左右就够了 完了就干活 当天你看哪天能挣 就是你打工一天挣一百多 当然你做你要是干什么活 都不止一百多了 这样能行为多一点吧 还有有的人建议 后哥那个什么 烧木来门口卖呗 写个牌不可以的 你不可以写牌 大张旗鼓说你在院里卖东 这是觉得政府是不一样的 邻居也不行 一看你的院接着来说明日来说 在拉木尼卖部长 那要告诉政府 政府回来查点 你家里不允许经营什么东西 在这门想卖什么拉 那是不可以 这有些情况跟国内啊 多少好有点区别 大伙子觉得说这个木头不要就卖呗 不是那么简单 不可以卖 你可以撕 通过原来卖过 直接都认识你的人啊 直接猴哥砍过树啊 卖这个木头 他了解你 可以上这边来买点 你不可以随便 你这个木头写花树 卖木头干什么 不可以在家里做生意的 像那大车猴哥 原来在我人的住所 大车到边停 邻居都举报你 猴哥为啥把那仓房拆了一个 就是为了停猴哥的大车 就是猴哥干活那车 福特F150 带你催着 这个商业用车 你不可以停在住家的院里 你得租个场地 干屋顶对吧 你看那车都不能晚上开家来 都租一个 一个大院 有个院里 专门 有这种出租车位 你把车停在那院里可以的 所以说猴哥就不能 从这个院里卖 大伙子喜欢大伙子 也大伙子 有时候又干猴哥说 卖木头不行的啊 这跟国家多的商业 还是有点区别的 还有的人说 这猴哥的木头 不要占一个主人的便宜 把这木头拉回来了 给主人留意 你给你留意 你不要 要的东西干什么 这地方不要 你得扔 还不能随便扔 什么天收什么 拉起来收 不可以随便 最后收可回收 下周收不可回收 它就这么循环 有的东西像木头啦 土是绝对不愿意扔的 这个都不可以随便什么 我们口子扔 扔你得花钱点 所以当猴哥给你干活的时候 一定把垃圾给你清理 不管是树枝树干的 都得给你拉走了 这是没得说 因为主人关键 要的没 那你得给你 但是木头 给谁也是个麻烦 这现场这个木头 就招蚂蚁回院里头 蚂蚁就倒洞特别多 特别是汗里面 你就记得 不可以什么都扔给你 因为花钱雇你 就把这东西清理干净内缩 所以这个猴哥都有的木头 为什么木头拉架了 因为你扔到垃圾厂 那是很重很重 它是按吨位收你钱的 不是说这按你一车多少钱 那出木头很重的 这个木头几十吨重了 所以猴哥拉了 有的烧火 有的给人也卖了点 以前有买过猴哥木头 所以猴哥卖了点 不像大伙子想那么简单 说这木头你给人 随便打猫 还有建议猴哥家做了小凳了 做了什么圣诞 那个礼物了 不行了 因为这个人工特别贵 你不能什么人 你有时间做的东西 你都不得出去给你干点活一天 挣一百万 你打工完了 你一天卖不多钱 这地方人特别少 就跟你看猴哥走到外面 就跟咱俩何人家农村住山一样的 人特别少 不像国内人那么多 你做什么东西 我卖也干的都可以 有的人不让你随便卖东西 这个管理很严厉 不可以你随便在哪儿 就是想卖啥我就卖 那不行的 这就是不让国内有那种市场 我当时教了 今天我教了市场 猪鸡努今天干 那不可以的 在哪儿卖东西就卖多 卖什么就是卖什么 不可以 你结果我卖啥 随便 那不是那么随便 这个地方 你干啥一定得有政府的许可 要你干你干 千万不要犯这种低级错 这有事真正找你麻烦点 这种麻烦就是个方款 一定要注意 特别跟政府不要这种过节 有什么事 你一定遵到这个 你当地人的习俗 你不可以随便卖东西 要是最近这个疫情 每家的聚会 蹦超过十个人的 为什么猴哥最近有的问 说这个 没找谁吃饭 因为这个不可以随便找 再说 咱家有俩留学生的孩子 一定加上个个家 也经常看电视 你家整一帮一帮 你吃饭 你家也店 因为毕竟这疫情企业 尽量的任何人少接触吧 因为这个疫情啊 你少走还有好处 对吧 这两天的多伦多 今天魁省好像是超过2000了都 特别厉害的 就一个省啊 这加拿大这 还是没什么 因为猴哥这属于多伦多市区的中心地带 所以这种发病率还是高的 尽量避免的 以后说我们来走 人都定我们来过去 因为大家确实没有 经常出去 留着散心吧 就是到哪里玩一玩 今天跑匹克林那边去一家商店留 那么辣吧 没疯 他那边人毕竟稀少的 超市还都在开业 卖猫粮狗粮的地方 还都给猫狗洗澡 六年都开了 今天会不会 后早上看一会 录一下 挺好玩的 嗯 好了 今天就乐乐到这吧 等有机会再跟大伙论说 好了 谢谢大伙收看 谢谢